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大家好 这里是文化时分 我是吴业伟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 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 文化大事看头条 首先来看今天的 十分头条 近日 国产大型游戏黑神话悟空掀起的旋风 刮到了宝岛台湾地区 不仅大受岛内青年等群体追捧 岛内舆论还希望两岸共同挖掘中华文化宝藏 黑神话悟空取材于西游记的故事和人物角色 融入大量古代建筑 东方美学 国风音乐等中华文化元素 台湾同胞一见如故 岛内玩家很熟悉亦亲近 大家都是读着四大民族长大的中国人 许多人在儿时都梦想拥有一只神通广大的金箍棒 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游戏产业发展 支持两岸游戏产业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做大中华民族文创产业 不止悟空 近年来 随着游戏制作水平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国产游戏涌现 出圈又出海 据相关产业报告 今年上半年 大陆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 达85.54亿美元 境内市场实际收入达1472.67亿元人民币 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数据显示 2023年 全球游戏产业总收入为1840亿美元 其中中国 美国和日本三个市场 规模分别达到434亿 473亿和191亿美元 合计占全球比例约为60% 这些年 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形式 愈加丰富多样 除了游戏 还有舞蹈诗剧 国漫 电影 电视剧等 近期 原创舞剧《永春》 在英国伦敦掀起观演热潮 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舞蹈诗剧《直此轻律》 今年开启海外巡演之旅 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新型载体 被称为文化出海新三样 正在全球刮起中国风 2023年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 超60万部 翻译语种超过20种 内容涵盖都市 东方奇幻 游戏竞技 科幻等多种题材 海外访问用户约2.3亿 火产剧正从几年前的零星出海 走向批量出海 题材也由最初的古装剧 到如今覆盖古装 仙霞 悬疑等多种类型 比如长安十二时辰 隐秘的角落 人世间等 既有传统文化软实力 又有科技赋能硬实力 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仍有很多宝藏上代发掘 期待未来有更多优质中国文化作品 走出国门 讲好中国故事 让国风吹向世界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9月12号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博数字文化服务馆 北派山水艺术中心主办的 中国画画世界 北派山水环球揽胜作品巡展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 步入展厅 巨幅山水画作气势磅礴 此次展览中的画作均由山水画师施恩昭 带领的几十位新北派山水画家们创作而成 百渔府作品大多是两米见方的巨幅作品 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和人文景观尽收眼底 作品兼容写实与写意 精道与虚拟 磅礴与秀丽 至深展厅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们北派山水宗旨就是为祖国河山立传 为世界名山写真 一个是想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画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通过画各个国家的一些风光和它的人文景观 来表达我们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情谊吧 兴起于五代的北方山水画派 善于描绘雄美壮美的全景式山水 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流派之一 山水画家施恩昭在继承北派山水传统的基础上 强调笔墨的创新和对时代精神的书写 其大山水格局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呈现出底蕴饱满的新北派山水艺术魅力 近年来施恩昭组建了近百人的新北派山水画家队伍 并将自己的艺术思考和笔墨经验 无私地传授给大家 志先生其实不仅是个人 而且带领了这个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他是叫满怀热情 非常有冲劲地来推动着以山水 尤其是北派山水的这样的一个绘画方式 建立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创作的队伍 看到的是诸多先生们走遍全球的大山大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风貌 以及人文风貌中去寻找它的山水之思 所以这样的一个展览 从策划到落地 能看到深昭先生的良苦用心 以及整个咱们北派山水的胸怀和抱 为纪念中国和巴西建交50周年 当地时间9月9号晚 中国交响乐团室内乐团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势力剧院 为当地观众表演了多首中外经典曲目 这也是中国交响乐团室内乐团 在拉美五国巡演的首次亮相 音乐会上 有被改编成室内交响乐形式的梁柱 《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作品 也有柴可夫斯基的《儒歌的行版》和小乐曲 门德尔松的《弦乐八重奏》等曲目 演出中 巴西艺术家也加入到 瑶族舞曲和金蛇狂舞两支中国乐曲的演奏中 中国交响乐团室内乐团 此次还将前往多米尼加 委内瑞拉 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等国 近一个月的行程中 进行13场演出和相关文化交流活动 怎么样朋友们 这个姿是标准吗 在海外一提到Chinese功夫 中国功夫 许多外国朋友眼里想的是谁 功夫巨星李小龙 还有Jackie Chen成龙大哥 他们的电影 以及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 这些年中国功夫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 来到中国拜师学艺 武当山上的捷克就是其中之一 2010年捷克只身从美国来到了武当山 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 他不仅自己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还把武当功夫和其中所蕴含的太极阴阳之道 传授给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朋友 如今他在中国的网络平台上 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中国功夫代言人了 那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认识武当山上的杨教练 杰克 晚一个发际留着山羊湖 一身中式练功服 武术招式 打得行人流水 气贯长虎 如果不是金发碧眼 高鼻梁 白皮肤的外貌特征 远远望去 实在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他就是现年34岁的美国人杰克 武当三丰派第16代传承人 我是来自美国 来到武当山学习武术 那是2010年的时候 所以现在有14年在武当山 基本上我一直就在这里 学习武术 和现在当教练 杰克自幼喜爱运动 尤其知名功夫便宇 李小龙 成龙都是他的偶像 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了武当功夫视频 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怀着学习中国功夫 练就强健体魄的初心 2010年 杰克离开了家乡 美国伊利诺伊州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来到了武当山 我觉得我小时候练的东西 我都比较喜欢 就是篮球 滑板 好多这种运动的动作 但是我就发现 它是为了比赛 它不是很健康 我就觉得 不管有什么生活 有什么工作 去什么地方 还是要健康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就遇到了武当武术 武当山位于 厄西北实验室 中国南北地理交汇处 千百年来都是 习武学道者的七眼之地 过去十几年 低调神秘的武当山 开始创办国际武术班 向全球招胜 外国学员需要经过严格考核 训练两年合格后 才能正式办师 成为门下弟子 他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二十岁 实际上从传承班上面来说 他的年龄是偏大的 我们的传承班一般都十三十岁 对不对 那我们对他肯定是 前期有一些考察的 在武当山道家传统武术馆 杰克师从武当三丰派 第十五代传承人袁世茂 为了教好这批羊徒弟 袁世茂与这些羊徒弟签了协议 明确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教学 可以体罚 体罚的内容包括打手板 蹲马步 做俯卧撑等 有一次杰克因练习不规范 被师傅体罚 这段被罚做俯卧撑的视频 被杰克一直收藏至今 他来的时候思想比较单纯 也好学 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听话 这就是最大的优点 因为加入全城办了以后 我跟他说的说 你听话就行了 他是一个非常爱学好学的 读到武当山这五年间 杰克面临着语言不通 和文化差异的挑战 但师傅和师兄弟 带他如同家人 让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属 凭着一股蛮劲 杰克在异国他乡 熬过了最艰难的五年 五年间 在师傅袁世茂的指导下 每一个动作 每一套拳法 他都要反复练习 穿长的速度 和路线上面 都不现了 没抓出来 一穿去的 穿去就选转 拧起来 一过来就放开 所以你看 转一点 然后边走的时候 不看到手 看到这个 在武当山 杰克不仅学会了 太极拳 行义拳 八卦掌 八仙棍等 多种传统武术套路 更重要的是 他在习武过程中 还逐渐领悟到 武当武术中所蕴含的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并从中获益为浅 其实我来到这里之后 我是完全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是以物入道 我是从无数的学习 这个传统文化 比如说我们练太极拳 要切掉 要把力量当开 但是这也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如果别人生气的话 你不要跟着他 你不要跟着他生气 你跟着他 其实他控制你 你也不要对抗 我们要绕过来 我们要找方法 我们要轻松一点 所以这个传统文化 看这种经典的书 这个直学 还有这种台积理论 就是改变我的想法很多 渔须宫内音语绵绵 异曲动销声吹出了侠客之气 也吹出了人生的逍遥 在武当山 杰克不仅学会了武术 还学会了很多中国传统乐器 如动销 古琴 古征 葫芦丝 熏 在他看来 这些中国传统乐器 背后所承载的中国文化 和武当武术的哲学思想 一脉相承 如今 由杰克撰写的 《入门动销》一书 已在美国发售 这也是第一本 在美国出版的 英文动销教材 文武兼修的杰克 在武当山的生活 忙碌而充实 在这里 他与武当师父 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分 还遇到了他的中国妻子 收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并且有了一个 美丽可爱的女儿林娜 那时候我在武馆工作 她就是学生 其实有很多外国人 可能我就没太 怎么注意到她 但是她会来 经常找我来聊天 然后告诉我说 她想学习中文 让我教给她中文 她教给我英文 就这样慢慢认识的 其实后来说 她是套路 有人认为 我们的家庭 会有中西文化的差异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她一直在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说这种文化 差异是不存在的 我可以 我记得 因为我只是书丽和夏宁 然后我可以混合 但是我可以 你可以学习的 我可以玩 我可以玩 十岁的琳娜不仅会说流利的英文和中文 还跟着父亲学会了许多传统乐器和武术 这个暑假琳娜又参加了武馆的夏令营活动 父亲也时不时地会给予她一些指点 我就是在这个武馆 就是每个暑假的那个夏令营都会参加 然后呢已经练了五年多了 我从四岁一直练到现在 然后呢我练的套路有八级拳 俯虎拳 龙华剑 基本拳 这些套路 有时候是真的因为热 还有那个累和渴 有点想放弃 但是还是得坚持下去 我还学的有古针 然后葫芦丝 还画一些古风的画 因为你敢再次这个 你看啊 你看我 这个手是拿到我这儿 抓我 抓我 我最重要的责任还有目标是传承 所以我也教我女儿 我也教她 因为她学习全套武术 我觉得从小的时候 吸手的能力其实更长 在把武当武术传承给下一代的同时 杰克也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她以武当杰克的身份 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和练功视频 还录制了太极拳全套动作的解析视频 撰写了英文教程 免费发在网上 收获了国内外大量粉丝 他现在等着武当武术传承这种传统文化 他理解也比较深刻 他现在去讲科目 他代不是代外国学生有时候 他去讲比我们干占优势 因为他的语言表达比我们肯定有更准确一些 青年练武至飞扬 全风启示不可党 这十余年来 到武当山求到学武的外国人 粗略估计已经有八千多人 却很少有人像杰克一样 扎根武当山 坚定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传授武当武术 分享对中国文化的感悟 面对巨大的学武需求 杰克还想到美国开一家武馆 教授武当武术 更就在这里 机会就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在这儿能发展一下 因为不管以后 如果我要回到美国 开个武馆或者开个文化中心 我一定是连遍都要跑 看你的优手 睡着 因为手上是这样的 不是为啥这样的 国外的学生有时候 他就没有机会来这里 所以我必须要作为这个桥梁 我也是感觉这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看他为了解 我知道很难 所以我就可以帮助他 就是这个想法 是啊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武当武术传承 靠谁 靠的是一代代武师的继承 以及发扬光大 为了让武当武术造福更多的当代人 我们其实需要 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像杰克这样的杨师傅 读懂中国 同时向世界讲好中国 文化十分 人生满分 更多文艺资讯 请关注文化十分 央视频官方账号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 再见 再见